台湾电脑十大高手之一 接下来我们欢迎台湾电脑十大高手之一称号 并长期推动开放人师马社群 行政院数位众议委员唐凤委员为我们致辞 我们蔡董事长余委员 国际上的各位友人大家好 我不知道他们要介绍我是什么时代表 那是1996年的事情 这个江山代表残忍处 我想既然都提到了1996年 我讲一下我自己跟开放人关运动的一些关系 我自己是在1996年就没有在正规的体制教育 就是在家 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呢 其实并不是因为就是受到霸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1989年的事情 1996年的时候当时在王岐王路上 大家可能记得出现了Nescape这样子的浏览器 出现了Y1 那当时呢我脸上忘记网络之后 就发现说上面有非常多无私风险的朋友们 把他们最cutting edge的研究 把他们最新的这个想法 把他们的软体 把他们所有东西都无私的捐献出来 但是很多人捐献出来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说如果你拿去用文的话 你要再把它分享出去 像我们维基百科 后来这些东西 都是用这样子 就是让善不断的流转的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的 所以说当时我就发现说 这样子的一个社群 我在里面当然比在学校愉快之外 里面它所进行的研究 所有这些东西 感觉上都领先这个教科书 大概有十年左右的一个距离 也就是它不只是善的 它也是创新的 它也是一个novative 那当时呢 我一面呢 在台湾创业 然后一面在这个 国际的社群里面呢 吸收养分 在当时呢 有一件蛮大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做开放圆马的朋友们呢 说服了Nescape 这个浏览器的公司 Nescape Communication 去设立一个 我们叫Nozilla基金会 把整个浏览器捐给社群 由社群来一起维护 那之后呢 就发生了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年轻人 他觉得这个软体呢 不够创新 太大了 他们自己做了一支 现在叫做Firefox的浏览器 那现在可能也有朋友 用过这个浏览器 它Firefox的重点就在于说 它不是一个人 脑里就有一个很红味的想法 它是去看每一个使用者的需求 每一个使用者的需求 写成意见 它写成浏览器的扩充道件 然后再把它综合起来 变成一个 符合大家需求的一个浏览器 那Firefox浏览器 后来呢 因为它很成功 所以就变成Mozilla主要的产品 在2005年 他们就成立了Mozilla公司 那这家公司 其实是非常 切合Social Business的想法 它完全为这个基金会服务 每年上百亿的收入 现在比 都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 那继续去发展OpenInternet 发展我们的开放运动 所以在我来的这个文化里面 其实这样子无私是常态 一个人自私反而会觉得很奇怪 那但是呢 我想就是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 不是只是像数位平权这类社会问题 我特别要感谢余委员 就是在我刚当数位政委的时候 告诉我说 如果要解决台湾各地的社会问题 要认识各地的社会企业 不能够只靠出向的方法 不能够只靠视讯 而是要各地的实际的去巡回 那后来我是真的有听进去 所以我现在每两个礼拜 就很固定的在行政院的 四个不同的区域办公室 去听取各界的意见 那最近才刚开张的 就是空总的社会创新实验室 我们Social Innovation Lab 我每个礼拜三 也是实际在那边办公 然后所有任何的大家 对Social Innovation有任何想法 都欢迎来这边 跟我直接面对面的讨论 我们希望说这样子 就有点切合 有博士所有的warm side view 的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说鸟看好像一只老鹰去看整个 看到的都是一点一点 其实是非常抽象的 也没有办法反映出各地的创新 但是呢我们如果做摄影的 就知道说 当你用一个重置的角度 往上拍的时候 你自己做到最小 然后被拍的呢 不管它看起来 本来是再小再弱势的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 很棒的一面 看到它创新的一面 那集合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创新的一面 我们才有可能去把 台湾的整个社会创新的政策 勾勒出来 那我接下来也会继续使用这种 开放的政策形成的模式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社会创新政策 要怎么样继续做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唐委员的分享 各位好 我们第三场论坛的主题为 社会型企业青年创业 我们特别邀请国立高雄大学校长 王学亮王校长为我们主持第三场论坛 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王校长 同时邀请我们的宇潭人 行政院数位政务委员 唐蓬唐委员 现任务榜创办人 工建家工创办人 人生百位创办人 乌彦德 乌创办人 以及长龙大学 由主持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林杰玉林主任 现在我们把这个时段 交给我们的主谈人 王学亮王校长 董事长、執行长 还有各位贵宾 大家好 好 非常荣幸 我借这个机会 谢谢基金会 这边邀请国立高雄大学 当成第三个加入的 国内的这个社会企业 研究中心 也是全世界第41个 是我们荣幸 那也非常感谢 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听我们四位演员人 跟他们这个学习 分享一些实战的经验 那我想这四位 刚刚这个师姨有介绍过 从我左边这一位 我想我们都不用很多介绍 这个 之前我知道他是最年轻的政委 那今天又知道说是数位政委 那刚刚又听到说是无私的政委 所以这个名堂越来越多 很感谢 那待会我们多请教他 那第二位是 应该是我们龚建家 这个鲜乳房的创办人 兽医 鲁乳兽医 从兽医他要翻转我们落农产业 不成为气氧产业 这个是他的go 那下一位应该是 是乌彦德先生 乌彦德 人生百味的创办人之一 我刚刚跟我讲 以消除贫雄回征目标 我刚刚看到他学历是我学弟 所以我特别提醒 最后一位是我们长龙大学的管理学院 医院长兼医乳社会中心主任林杰玉教授 那非常感谢这个 这个我们那个主办单位有建议的一些提纲 提要 那我先把这个提要 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之后我们就请四位 这个语台人 做一些发言 分享一下 第一个 我们想讨论的是说 社会型企业 真的能为我们青年人找到出路吗 是不是真的能够为我们找到一个出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想知道说 政府 除了在提供资金跟辅导之外 还劝缺了什么 还能够做什么 那第三个是说 以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能够利用在地的特性文化等等 结合在地商机 导引青年返乡就业 利用这个社会型企业创业 是不是能够帮忙引导这个青年返乡就业 那第四个 我们想知道 以孟加拉的成功的经验 创业设计实验室 是不是能给台湾借进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借进 那还有一个议题是 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创业 是不是还需要具备哪些心态 才适合创业 那以上几点我就先提出来 那委员们 这个与他人 他们大概都知道有这些 所以我先请唐委员最年轻的 这个做开场 破题好不好 谢谢 大家好 我不会讲太多 其实我今天还是听 听听大家对我们现在政府的做法 有没有什么 可以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自己其实整个青年的时期都在创业 我第一个公司是大概14、15岁 跟人家口放资讯人 然后接下来19岁 然后24、5岁 然后大概都创过一些业 所以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看我自己的创业的过程 我们一开始 我14、5岁那个时候 其实是完全不指望政府能够懂软件 然后也不指望政府做些什么 可是我越来越发现说 当我们创业的初衷 就是越来越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做的工作跟政府 就越来越多重叠的地方 然后一直到最后面的 可以说是参加那个临时政府居领币 干脆它连那个网址都是跟政府用一样的 就是那个政府网站都是GOV.TW 那临时政府都是G0V.TW 所以就只差一个字 然后你看政府哪个网站不顺眼 你把O换成0 就跑到临时政府网站去了 那这个时候几乎就是说这个公益性 它是完全是完全是重叠的情况 那从我14、15岁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 比较是以投资人为了利益为导向 到最后面几乎完全是以公益为导向 其实是有一段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那但是呢 当然我现在在政府里面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就是说 其实政府它很想要照顾到很多弱势 很想要把很多LASMIL做好 很想解决社会问题 制定台湾的永续发展目标 那但是呢 其实它对于真正的跨国的问题 政府感觉有太小了 真正对于非常非常地上的地方的问题 政府感觉有太大 所以就是说在这两个中间 我们尽力来把政府做成一个管道 让大家进一步的能够了解 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国际上的这些情况 像SDGs 像永续发展目标这些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自己就会让社会型企业 或者社会企业 在各个地方 当作我们的LASMIL 那这个LASMIL 其实就是我自己在帮忙制定 像我们社会国家方案的时候 特别把inclusion 就是这边可能翻铺绘 或者翻韩容 的这件事情 变成是让公民社会 让社会型的这些企业 来带着我们做 那同样的道理 在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一定会看到我们一些反规 一些问题 就是说可能我们之前制定的时候 社会环境是这样 那当你实际去用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以前的某一个个案 他曾经做过某个韩式 这个韩式就让某一种创新 没有办法发展 可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用创新方法解决这个 所以另外一部分 就是在创新上 不只是在inclusion上 我们也希望社会企业 这些青年朋友们 当作政府的一个想到 就是说看到说 我们哪些韩式应该要废止 哪些东西应该要松绑 甚至哪些法规 它就是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可以用一个实验条 一个杀核的方法 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说 做这些是为了跟政府的公益目标 事实上是重合的 是为了要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 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 而不只是一两个人的私利 为什么 是因为政府最怕的就是独立 就是如果我们调整一些法规 做一些事情 是为了少数几个人的利益 然后可能造成别人的不利益的话 几乎所有专业的事物官 都不会做这个决定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 他一开始觉得说 我跟政府一样也是要解决问题 也是要达成我们的永续目标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有可能带动 整个社会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创新的主义 然后来说服 包含立法委员朋友们 去进行法规的条件 所以以上大概是一些 比较大的架头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 可以多听一些具体的案例 接下来我们就照这个视频去好了 是有发挥 有发挥 只有发挥就不知道怎么开始了 我还是简单简介一下 就是我们先乳房家做的事情 那我是一位乳牛兽医 那我本来都是在现场做乳牛医疗工作 那大部分时间就是帮乳牛开刀啊 用超音波啊 直上促诊啊 帮他这个做一些内科外科等等的事情 那每天就开车 我的车就是一个医疗的行动 行动这个医院这样 然后到全达湾各地的牧场 那其实 中间的过程就是 我像是一个家庭仪式一样 那所以深入了这些牧场里面 发现了他们实际 真正的生活样貌 跟我们平常的都市人的生活样貌 是有极大落差的 那在这个农业转型 跟这个国际化的过程当中 就是台湾的这些农民 怎么保有这个竞争力 跟他的竞争特色 还有他的怎么样让他饲养水准等等提高 我觉得在历网的历史环境里面 可能那个时候有他的历史背景 所以整个的法规包含他的收购机制 那时候有一个乳架皮育委员会 那限制了台湾的乳架 要在一个水准 不要低于那乳架 那当然是原本是一个保障的出发点 后来反而在台湾的乳品产业需求越来越大的过程当中 反而变成一个设立一个高墙 就是你就算饲养水准更好 品质更好 但是你的乳架是没有办法提高的 那反而变成一个限制 那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农业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现在台湾的教育是 我认为是严重失衡的 那失衡的原因是大量的大学 还有这个技职体系的消失 导致了大部分的人的这个知识水平 都是落在一般的大学的状态之下 那我们所体验的生活跟想要重置的工作 都不会以农村为优先 这时候你培育出来的人跟学校的客人设计 其实都不是以真正的农业就职 以需求的专业人员 但其实农业是一个非常需要高度技术 然后非常高度需要投入 而且是非常专业的一块 那就会导致 这整个产业链就会慢慢越来越弱 那所以 我其实是一个台北长大的小孩 那我现在住在云林 而且我在去年把我的户籍搬到云林去了 我希望让自己真的没有退路 真的变成一个云林人 那到云林之后呢 我觉得好像真的慢慢可以跟他们是用一样的身份 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产业 所以我后来成立这些乳房 其实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生产者 就是我们大部分所喝的任何的牛奶或是饮品 其实你看到都是制造商 你看不到后面的生产者 所以你只看到这个制造商的品牌等等 那你不知道是谁生产的 那其实在 在我觉得这几年来不管实战事件或政府的步调上面 可以看得到政府对于产地的回溯 产地履地 或是说让大家可以溯源这件事情 其实是越来越清楚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做 是因为现在的产销配置模式 还是脑民只是一个生产者 你把原料交给不管大阪或是品牌商 基本上你就不见了 你就只把原料交给他了 那所以除非能够突破这件事情 那让真的建立一个平台 一个产销模式跟销售跟物流的平台 让农民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能够被看见 但是这个平台不能只是平台 因为我认为平台的 不管是使用率或是什么 它是需要维护的 它是需要大家建立信任的 所以我们是尝试把平台品牌化 所以我们要鲜乳房这样的品牌 建立大家对鲜乳房的信任度 而且我们大量的想要培训受益的人才 还有说畜牧专业的人才 在现在受益训练已经让经济动物 越来越视为的状态之下 我们能不能还是让这个技术人员能够被培训 那透过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认同 而去认识底下旗下的每个独立农民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在一开始其实我在创业初期 其实我现在还是大部分做受益工作 一个礼拜五天在做受益工作 两天在鲜乳房的公司做营运的工作 那一开始是我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企业的 那后来慢慢觉得说 你在做这个对于整个产业面的改变应该算是属于社会企业 那后来慢慢去了解这些当然刚其实前一个论坛也有提到 社会企业目前还没有被明确定义 但是有透过自律联盟这样的角色来去审核说 你是符合社会企业的一个精神 那你在这过程的审视 包含说现在有B型企业等等的 在过程当中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清晰的知道 就是你要改变的目标是什么 还有在这过程当中你希望能够用什么方式 就是来让这样的企业能够永续发展 对那其实我们也是刚快尝试 那我们公司大概也才两年半的时间 那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 谢谢大家看到社会问题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式 非常成功的案例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吴先生这边人生百味 各位前辈大家好 那谢谢大家开场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人生百味的做的 其实比较简单就是说 我们是一间公司 然后但是我们想要面对问题是贫穷这个问题 那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事情就是 就是他我想很奇怪也很合理 就是我们以前在处理贫穷一体的时候 我们都期待协会基金会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公司的存在本质 他其实我认为他就是在处理社会问题 就是第一间这些公司是政府 只是没有能力盖马路 没有能力盖桥 所以他委托了一群人资金 然后委托给他们一个案子 然后去盖桥 造桥扑路 所以造桥扑路可以是一间公司的事情 也可以是一个大善能的事情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公司的问题就在于 假设贫穷是一个社会问题 或者他自然会有一个类似工程公司 我们去建构如何去解决贫穷问题的一个公司的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人生百位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希望去建构贫穷问题的解决方案去的一间公司 那贫穷问题很大 那我们现在比较关注就是都市贫穷 然后我们从无家者开始 什么是无家者呢 就是如果大家都在101生活可能看不太大 但如果你常常经过台北车站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睡在外面 就是他是没有露宿的 或者你有机会到旺华的话 你可能发现旺华的盲甲公园有人睡在那个地方 那当我们去处理贫穷一点的时候 我们最开始想到的东西都是就业 就是就业好像是我们去处理贫穷问题的唯一方式 但是这是一个 我觉得他不止 就是说 贫穷作为社会的一个问题 它其实很像引法族 就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社会越来越高龄化 所以引法族比例越来越高 所以说有引法经济这个名词产生 但是大家知道吗 就是在一个一般的国家里面 在虽然我们台湾的贫穷人口 然后法定贫穷的所谓低收入户就是1.4% 但在一般的经济结构国家里面 就像日本韩国 其实贫穷人口的比例 就是法定贫穷人口是14% 也就是说 我们法定的贫穷人口比国外低了10倍以上 那是我们台湾特别的先进嘛 没有贫穷 我们的那个贫富差距其实跟国外差不多 是因为我们法律规定的比较严格 所以贫穷人口比较少 但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可能14%的人 需要我们去思考如何去建构 让贫穷者在这个地方适合生活的方案 而且贫穷者跟一般人不一样 就是说 他跟老人家不一样 你老 你当你变老年的话 是会说 你是不会脱离老年的 你不会回春嘛 就是你就是更老 越来越老 然后直到你的死亡 不是你的死亡 就是他的死亡 但是贫穷是会脱离的 人是会离开贫穷的 就是说我们有可能进入贫穷 我们也可能离开贫穷 所以贫穷问题不是一群人 不是 这个社会有14%的人口 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要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是 我们有14%的机会 变成贫穷人口 因为这是个风险社会嘛 就是每个都有机会变成贫穷人 我们认识非常非常多的吴家者 他过去是西装店的老板 他在那个时代 就在那个民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做西装 非常的赚钱 他在西门町买了两栋楼 他完全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变成街油 但是他最后 他说 每个人都讲过同样一句话 我们听过非常多人讲过一句话 我从来没想过 我有这一天 那那个过程是什么 那过程 那过程 有些是很突然的 就是你没有钱了 譬如说 你突然背上一大堆债务 都资金重产不灵 所以你赔了好几个月之后 你建了一大堆钱 然后说你房子 地方没地方住了 然后你又跟你家人离异 你也没有朋友 最后你就变成街油 那 当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那贫穷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就不要谈那么大 因为每个台湾有很多地方贫穷问题 你问大家说贫穷是什么 大家有讲没有钱嘛 但是贫穷是只有没有钱嘛 就是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流浪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 当你们 没有钱了 你没有钱可以租房子了 你付不起你的房租的时候 你会流浪吗 不会嘛 你还有家人啊 还有朋友啊 所以 当你流浪的时候 是已经 你连家人朋友都没有 所以它还是一种关系上很匮乏 那 可是在台湾这个地方 就是 没有钱的人很多 可是 出现流浪者的地方 就只有在城市 所以都市贫穷 跟乡村贫穷 也不一样 可是我们社会 对贫穷认识非常少 我们以为他们就只有没有钱 所以我们在建构 所有的贫穷方案的时候 都是就业方案 但是我们没有去思考 那个关系重建是什么 我问一个我在部落的朋友 他在屏東做那个 互助托育 问他们说 你们部落有接用吗 然后部落人就说 嗯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 哎呦 我部落真的没有接用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接用 我们就开始讨论 他说 的确是有那种年纪很大的 没办法工作的人啊 那他失业嘛 可是他今天 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吃饭啊 他有很多地方可以住啊 都是朋友嘛 都是部落 都是同一个部落的人嘛 所以我们有个结论就是 没有家人 还有部落 那在城市里面 你没有家人 就没了 就圣结上 所以我们发现说 当我们去思考贫穷问题的时候 就不能只有思考 那个经济的面向 他其实要思考的事情是 就是那个关系的重建什么样子 那个关系重建 其实就是那个社会的安全网 就是说 我们都有百分之十四的几率 变成无家者 变成赤贫者的话 那 其实 这个社会 如果我们对于无家者 赤贫的态度 是很不友善的 我们完全没有思考 怎么让人脱离贫穷 这件事情的话 那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 你失败变得非常恐怖 所以我想回应第一个问题是 青年创业要做什么 要先处理生存的恐惧 就是 如果 我有百分之四 就是我在做一做 做一做变成街友 那谁要做 那我就不要创新 我要选择我走最安全的路 我们希望大家 创业 我觉得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 我觉得 我有很多的 优势 不是我个人优势 是社会给我的优势 是我天生的优势 我爸妈是公务员 我第一个 我爸妈很开明 他不会管我要做什么 因为我一个哥哥他们 我哥哥做得很好 所以他不期待我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我爸不会去说 你不能做这个 你不能做那个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第二个说我爸妈公务员 他们不需要我拿钱回去 所以我很安全 我今天不赚钱 我甚至不赚钱 我回去我爸都可以养我半年吧 我觉得 那第三个是 我爸妈很健康 他们坐在南头 比我健康很多 所以我都想说 我身边的几率都比他们高很多 所以我不需要担心他们的健康 那这样子 我其实是存储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 所以我可以去创业 虽然我不能说我创业成功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创业 是因为我有很大的社会资本在我背后 支撑着我 同样的我也很高的文化资本在我背后支撑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读 我是学弟嘛 所以我读台大 那我不说我得台大厉害 而是说台大汇聚了很多的社会资源在这个地方 他们给了我很多东西 所以我比相同 就是不同 不是读你汇聚这么多社会资源学校 我有更大的一个安全的背后在我背后 所以我觉得 同时想要回应第三题是 青年人去创业需要具备什么心态 我认为具备什么心态不太重要 因为它大概就占百分之十吧 或百分之二十的几率而已 我认为那百分之八十几率还是你的背景 那这个讲得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整个社会环境 我们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就像我今天在做平熊哲的时候 平熊一体都知道说 我发现说 我们在做这个工作 就是在建构这个安全的网络 就是 我举例来说 当我今天我没有钱了 我做了创业失败了 然后我钱都赔完了 我没有存款了 那我可以饿死吗 不会啊 因为我知道哪里可以吃饭 大家今天如果没有钱吃饭 你不知道台北有哪里可以吃免费的晚餐吗 那晚上没有地方可以睡 我可以跟谁求助 我如果没有认识 城市没有认识的人 我可以跟谁求助 大家也不知道吗 我才应该多数都不知道 但是我也知道 你可以去社会局啊 你可以去教会睡啊 有很多宫庙都可以睡啊 这些事情 在这个这样的资源 它完全散落在我们的城市 各个地方 就是我们没有用一个系统性的思考 去讨讨论 去会整他们 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当作是个人的工作 就是个人的善性 而不是整个社会系统性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我想回应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 当我在思考就是青年人要去创业 然后想去试着去用这个方式去解决青年贫穷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处理问题反而是环境 不是青年人应该具备什么心态 也不是青年人的配力 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教育资源 在青年人手上 我们有很多创业教育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够了 那我是环境问题 而且不是经济上的支持 而是你如何去处理一个人最深刻 我们对于失败这件事情的处境 当我落入持平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当我创业失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不只是钱没有钱这件事情 还包含了就是说 当我在失败的时候 大家会接受我失败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失败 视为是一种经验 而不是一种就是按你失败一次 那你就永远失败了 我们创业鼓励失败 我们创业不肯定失败 只是我们都说 大家都说创业有90%的机率会失败 可是大家都觉得说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就觉得说 创业是不好的 就是高风险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创业 就像唐峰委员 他可以创业一次 两次三次 你每一次都比 大家有算过创业第二次也成功 创业第三次的攻击率又高 我们没有把失败 视为是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把失败隔离在这个 这是我们 不可以去触碰 也不可以去接受 也不分 就好像我们社会 对于贫穷者也是一个 不可以接受 不可以去触碰的部分 这是我简单 但对于这件事情有回应 谢谢 谢谢 音乐很厉害 把五个问题四个都回答了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 待会论坛结束之后 我要去问他 那十个地方在哪里 院长 主持人还有各位委员 还有各位在座嘉宾 大家好 那因为我这边是在大学教书 那我就从一个大学的角度来回应说 我们今天这个论坛说要谈这个主题 就是社会型企业的创业 那这样以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用长大学来讲 我们像我们学校在社会型企业创业的部分 的做法 那先跟各位分享 然后待会回应说 刚刚讲的那几个主题 其实像以我们学校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几乎每个大学 都有成立一个创业预成的东西 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中心存在 那像以我们学校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创业预成中心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成立的 当初一开始的话呢 我们的宗旨上就是以社会企业为主 我们就是社会企业 因为我们长大学是一个基督教 的一个名义所成立的一个大学 那所以我们今天是本来就强调 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社会责任 其实社会责任现在是教育部在 要求很多大学要进行的 但是我们学校在2000年 就已经开始慢慢规划 从我们开始来成立 我们的创新预支中心 就开始来进行 所以我们的创新预支中心 一开始的话就是 以社会企业的预成为主 预成为主 那我们在社会企业的预成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第一个话就是说 我们要培养学生一个创业和创新 创意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搭配我们的课程 一个三创的教育 所以像刚刚创办者有提到说 在大学里面很多创业教育和创新教育 其实有做的蛮多的 那其实做了很多 但是学生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到这场一场 是限制到课程设计的问题 因为有些我们发现到说 在国内有些大学他本身那种 创业教育和创新教育 其实有时候 纯粹的课程都会到课堂上 让这个纯粹的讲解 其实讲的话都是很皮毛 也没有很实际上有接触 那实际上像我们在做我们的社会责任 或社会企业的创业来讲话 其实我们都跟社区在做结合 我们跟社区结合 像我最近有立地一直来讲话 像我们最近有跟那个宝莱社区 那宝莱社区实际上 因为像他们长成孟拉克台风 那孟拉克台风呢 他们那时候整个宝莱社区 全部都是完全被摧毁掉 那整个温泉 刚好到今天十周年 所以他们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他们社区有一票人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在想要来重建他们宝莱 可是在重建过程当中 他们也是遇到一大问题 但我们有在跟他们做一些接触 那在这接触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透过学生 跟他们的合作 然后来指出他们 能不能让他们社区重建 然后又能够自己自主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又能够变成他自己引力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刚刚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我们地方政府扮演很多很多这个角色 也在辅助他们 但是我们发现到说地方政府他们 有一些东西都只是我们可以讲 叫阴火式的一个辅助而已 只是为了这次然后我就提个计划 然后就办一个活动 然后就结束了 这包括也许在座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这包括很多所有的小龙都有这样的经验 每次政府要办一个什么展览 或是办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我们就拜托一些小龙 过来这边 然后来这边参展 然后大家剪完彩之后呢 然后官员都跑掉了 这些小龙就站在他的摊位前面 然后都没人 然后他们久了之后 他们就发现说 你们是在利用我而已 可是地方政府有没有支援他们 有 可是呢 不是一个短暂线短暂线的 可是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进行 其实我们大学就办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所以像我们学校 我们就长期的这样一个支援的做法 我们就长期的支援做法 所以我们也甚至为了这个东西 我自己本身的学校 也来配合成立一个 刚刚有介绍的方舟的延伸性企业 其实我们这个方舟企业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说 我们是台湾第一家 应该是南部第一家 或是全台湾第二家 第一家是好效果 第二家就是我们的方舟企业 就是以永鲁兹的七个精神 所成立的一个社会性企业 那我们的一个精神也是一个 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的照顾的在地小龙 而不是像刚刚地方政府这样子 一个烟火式的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做 可是在这做过程当中 其实又搭配到我们刚刚里面 讲到一个问题 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以我们的角度来讲 政府不要扮演角色最好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 G0V这个名称 我喜欢那个0 不要政府 因为像我们在办这个企业来讲 其实政府给我们很多干涉 我们大学要办一家 校办企业 衍生性企业 它规范一大堆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 我们自己真的就是要 我们真的要叫创新 所以真的要讲创新 这两次甚至我们创新是什么 想办法来挑战政府的规范 但是就是在政府的规范下 我想办法 有时候 你可以讲说 我们好像要再钻一些 什么form 然后可以规避政府的这些东西 这也叫不叫创新 这也叫创新 可是这种创新 不是很正常的创新 所以我在讲说 政府要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政府扮演一个 不要干涉的角色 就像我们今天那个 那个 那个 金融市基金会 他想要来发展 他葛萊明 某式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式 在台湾发展 可是他们 董事长都非常了解 最大的阻碍在哪里 也是政府 所以我们又发现到说 政府到底对我们的社会型企业 或是很多的东西的推展 其实有时候真的它是 它不是在帮助你 它算很想帮助你 但是有时候它就是 因为它一些规范 可是我们也不能 不能怪他们 因为我们刚刚 湯伟委员提到说 因为我们说 我们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会考虑到说 我是土地某些人 尤其是事务官的问题 因为政府官可能是来来去去 可是事务官 它是一直在待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因为整个政府它面对 是全国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团结也是力量大的 那这团结力量大 就见到说 我们刚刚 像刚刚那个 王校长提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格兰银行 他们有一个 Dizan Lab 这样的一个机构 其实我就觉得说 像我们的 永乐市基金委 它就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它可以来 当做一个平台 也可以把我们 台湾的社会型企业 所命令到的问题 甚至包括在学校 要做这种衍生性企业 甚至包括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当做一个平台 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因为像我们有 不知道大家可能有 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 你要走得快就能走 但是你要走得久的话 就要一群人一起走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今天能够办 这个论坛的原因 也是希望能够 让大家能够一起走 然后呢 团结我们力量 然后我们可以给 唐委员 然后透过唐委员 来跟政府机构 希望他们能够来 也许松绑或是改变一些法律 然后甚至包括刚刚那个 讲到的漏洞那些问题 上面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实际上 像我们学校在做这种 校办企业 就是衍生性的一个社会型企业 其实本身实际上 就面临到一大多个问题 大概有些是政府的一个规范 那像我们学校 为什么办这样的社会型企业 其实当然也是想要解决一些社会 你刚刚我提到校团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是弱师学生 其实我们在讲到这样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从早上到现在 包括有些人在有一个疑虑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创业 然后尤其像我们今天 可能在学校办一个三套教育 然后鼓励学生要创业的时候 可是我们要请学生说 你要创业的时候 你要创一个社会企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先思考问题 我创业目的是要赚钱 是解决社会问题 你要教一个年轻人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然后可能就是肚子还没有吃饱 还没有什么工作 然后就要想要来很努力 解决社会问题 然后我完全都不要赚钱 然后呢 我收到钱完全都可以回馈 其实对他们讲 可是没那么大的诱因 他还是希望能够填饱他的肚 填饱他的肚 其实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说 像永鲁士博士 他一开始成立的那家 那是格南北银行 格南北银行 本身是一个社会型企业 可是他所 补助的那些人 他可能就是 孟佳娜那些妇女 因为他可能需要 2块美金 5块美金 他去买一个东西 可是这样买一个东西 他是要赚钱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永鲁士他并没有说 叫我 叫那些孟佳娜的妇女说 你也是要去做社会型企业 他是要让你这些妇女 能够先富足起来 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在鼓励学生 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我不会说 你一定要 就是 一开始就先符合 永鲁士的 这个七个精神 说你的成立 你创立这家公司 然后你就是完全就是 要不分红 不干嘛的 我不会鼓励学生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会跟你讲有这个精神 当你创业成功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这个模式 来 产生这样的一个衍生性的机构出来 其实这也是我们学校 一开始在成立在 这家方舟企业的时候呢 我们的精神 因为我们学校本身 我们有可以找到一些资金 然后来成立这样 一家社会型企业 那我们赚的钱 我们这家衍生性企业 赚的钱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机器 就像 刚刚有看到他画的那个图嘛 那这个资金来讲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来让学生 他想要创业的时候 可以当作他的基金 然后呢 学生他在创业之后 他当然也许之后 他有些回馈或干嘛 都可以 我们可以来解决 若是学生一些问题 那我们学生 我们学校赚的钱来讲的话 我们那些投资股东 他们就是不分红的 他的钱都是在投资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做法 我们的做法 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让 帮助更多的学生 帮助更多的小龙 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 那他们在解决经济问题当中 我们不会说 你在解决经济问题 不管你是创业的时候 你就不要赚钱 你以后不要分红 我们不会努力这样子 因为他也是要有他的家人存在 更是他的问题 那我再带一次先暂时这样 我刚看到有在提前15分钟 好 谢谢院长 你把我的问题全部回答 如果我要谢谢的是 院长讲的 把我们校长不敢讲的话 都讲出来了 那这个一定要回到G0V 由我们唐正伟去回应 G0V还是GOV 所以我想请G0V来回答 刚刚有非常多的点 我觉得非常棒 其实 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 就是我们讲法规送绑来讲 其实 因为我从2014年底 2015年初 开始参加行政院的法规调试的计划 当时还是蔡玉林前政委的时候 那 其实我可以说 从来没有比这个星期开始 更好的一个时机 去做这些法规的送绑 我们在院会上面 那个就是我们新的院长 那一时才刚跟大家说 就是说其实 他们去判点了 为什么之前的法规送绑 往往都难以就是落实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是刚才讲的图一的这个担心 可是还有一个更深层的 就是说法规送绑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这一次的法规送绑 就是我还是念一下好了 就是说它的目的是 要先让人民幸福有感 那个是放在最前面的 也就是说 如果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如果它能够是 大家看到是 common good 是扇经纪的一部分的话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 排在比较优先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 让政务官 让事务官 让民间大家的这个目标 放在一起 不然之前很容易出现 就是拉扯的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这次的范围也比较大 以前我们比较常做的是 简化行政程序 像大家都是说 接政府的案子和校非常的麻烦 或者说公务员自己 其实要去和校也非常的麻烦 然后包含这个各个地方政府 其实都觉得说 有的时候其实中央也没有那么麻烦 法令完全没有那么麻烦 是每一层都想要防闭 然后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在end point 尤其是包含在学校 一些中小学的老师 其实他的行政工作就完全是超量 然后在这种程度上 其实我们很难要求他们去做创新 因为九成的时间都卡在这种 就是无意义的行政程序上面 但是因为这个就是数位科技 可以帮忙的地方 现在大概大家或多或少 以前我们到了数位科技的时候 还会说 可是有些人没有手机怎么办 有些地方网路连不到怎么办之类 那台湾当然很得天独合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借口 台湾就这么大 光线每个地方 宽屏每个地方都有 那少数剩百分之几的朋友们 还没有办法连上网路的 我们现在特别预算也都 让他们可以连上了 所以没有借口了 就是说 这样子的时候 行政数位化它的简化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第二个是说 在就是新兴的各种各样做事业的模式 如果法律没有特别禁止 或者没有特别限制规定的话 以前就是先管的再说 好像法律没有这样可以做的 就不能做 那现在这个也是很明确的 院长说就是要采取管制 以外的管理措施 一切都是先透过自律来进行 自律真的出了问题了 我们需要防币了 我们再进来防币 那这个也就是 其实刚刚上一场有提到 那个Fintech sandbox 就是金融沙盒的这个概念 这个是立法院 针对就是金融业界那种 就是你也不确定 它是银行还是保险 还是证据 但是就是好像是有一些用处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整个社会 不要先去扑杀它 而是说你可以要求违法 你可以说这个法规我不想遵从 但是只有六个月或者十二个月等等的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是这一家创新的朋友们 要证明给整个社会看出 这个模式对社会是有好处的 那它做的方法当然就是包含在各自 在消保 在各个部分去做充分的揭露 然后也把这个构想去跟不只是金融领域 而是所有不同的领域的朋友们 让大家能够了解 那这段实验期过去之后 如果这最后证明是一个坏主意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应到 刚刚那个失败的那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为了做实验 那做实验其实没有人说 艾迪森是这个连续失败者嘛 对不对 那原因就是因为说 如果你是做实验的话 你的目的是说 你学到的东西对整个 ecosystem 对整个生态系是有帮助的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 bottom line 这个也许才是最重要的 赚钱可能是次要 那当然如果你做实验的目的是 解决社会问题 你可能要三重四重五重的 bottom line 意思就是说 等到这个实验结束之后 你在全部的 bottom line 都失败的几率几乎是零 你一定在某些 bottom line 有没有做出一些贡献 那解决社会问题本来就是 大家一起做事情 解决一小部分 别人就少一小部分要解决 这样不是很好嘛 所以就是等你的 bottom line 越多 同时照顾到的 就是想要解决社会问题越多 就越不可能它是完全的失败 到最后一定是有某些成功 所以即使这个是失败 那知道大家都学到了 那如果运气很好 就是这真的释出一个模式来 它真的可以透过金融创新的方法 来解决社会问题 那这样政府机关也好 民意代表也好 其实就没有理由 不把它纳入一个新的营业的状态 那如果本来有法规是在限制它 现在也没有理由不去改 那整个社会都会看到它应该改 那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公告 可能最多六个月 法规就会调食 那这六个月 这一家新的公司 或者新的企业 也可以再去筹资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就是等于这个新的事业里面的第一家 那但是因为这个合法了嘛 所以第二家第三家很快也会出现 然后开始使用这个模式 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我们支持新创始金融杀核是第一个 但是我们在年底也会开始提出 好比像说无人载具 有人如果开始要迎进无人车 我们当然不希望他一开始就在 高速公路大街小巷乱窜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你唯一块地方 你知道踏进去的人是在做实验的一部分 然后呢他先从时速非常低的公里开始开 然后慢慢慢慢往上 让大家都知道怎么跟无人车相处等等 所以不管是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船 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如果这两个沙盒实验 有一个比较成功 如果都成功了的话 那我觉得整个社会就可以比较理解到 就是一般型泛用型沙盒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推第三个 就是那就完全不挑题目了 不管你想要做的是任何东西 只要你觉得某些法规的命令打到你的路 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有一个新创法规沙盒的平台 你现在就已经可以上去去做申请 那等到那个条例完成之后 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媒合进 这样子的一种实验性的部分 那你不管想要就是破坏式创新的是哪些法规 那接下来就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先从金融然后先从自驾车开始走 那但是整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每一个部会去回去看大家的函事 去看大家所做的事情 然后试试看说能不能够反应大家的需求 然后去进行调整 那就是为什么说 好比像说我现在每双周的周二 就会分流到行政院的中部的 南部的云家的滑东的办公室去 然后实际跟在地的所有时候的企业去座谈 就会带一颗360相机去 所以就算没有跟我一起去的部会的朋友 他只要带上VR感觉上去就跟在现场一样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们有时候带我去做一些参访 看他们实际的在田里面或在偏向一些东西 没有一起去的官员其实没有办法了解到那个状态是什么 只是两三张照片那个是不够的 所以我尽可能就是用类似这种数位科技的方法 让他能够很精确的知道说 这边正在发生怎么样社会创新 大家正在解决怎么样社会问题 我们法规怎么样不要造成解决问题的人问题 我们应该是帮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 我想谢谢这个振伟 刚刚在里面他跟我讲说 每个人只讲两分钟 剩下时间都给我 但是现在只剩两分钟 所以我赶快 这个开放大家来发问好不好 刚刚有没有什么提问的 唐莫威你好 我目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我是很好奇说 就是刚刚提到说 你每个礼拜二会到就是北中南去 去跟就是各个部会 然后去了解现在社会状况的 就是那个会议360度的那个会议 一般民众是可以就是在线上参与的吗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我刚刚是说每双周 就每两个礼拜我会轮流去 可能我下个礼拜在台中 再过两个礼拜在高雄 再过两个礼拜在就是云嘉那个饭工室等等 那对 首先就是如果你在当地的话 当然你可以在线上报名 然后他就是在我们的那个青年创业 元某某那边 按社会创新 然后开放政府 应该就会看到 然后那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在线上不只是有就是live的参与 而且事实上你也可以去调到 我们之前每一场的注字稿 然后甚至是每一场的简报 然后每一场注字稿里面 我们是用一个叫做暗字管考的概念 就是任何社会企业 他只要提出他实物上碰到的问题 他就会每句话的每个字 我们都会打下来 然后我们会这样绕一圈之后去 综合各地朋友们碰到的问题 大家都同时碰到的问题 可能彼此都不知道 彼此才碰到同样的问题 首先让大家能够组织起来 那第二部分就是 我们会请部位在两个月之内恢复 恢复之后我下一次去那边的时候 就会把答案带回去 那如果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好 我们再次对焦这样 然后完全一样的过程 我每个礼拜三 这个就是每个礼拜了 也是在台北 现在在空中的社会创新实验试 那是我的office hour 我通常整天都在那边 但至少上午10点到12点在那边 那所以就是我们院长来一起开玩笑 然后说我应该写一个门诊时间 因为上那个你如果到那个 空总的话 我办公室门口就有一张排班表 说就是拿几天在这边这样 那同样道理就是 只要跟我谈的题目是社会创新 或是来跟我谈的人是社会企业的话 那就是最新的欢迎来我的office hour 那同样道理 如果你不能来只是想听听看 其他人谈的是什么 我们以后全部录音 然后制作政治自告 谢谢 我们争取时间 两个礼拜之后在高雄 那高雄大雄 我们今天来了二十几位 要当机一下 来我们把握时间 来争取发言 提问 没有吗 他们想到你的office hour 去问 没问题 我们这场集会语谈 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好 来 请 因为我刚才提前没有回答到 我想要回应一下 就是说 政府提供出的提供资金 跟技术之外 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想回应这个是说 其实在台湾 大家不会随地乱丢垃圾 但是 我们有条法律规定 大家不能随地乱丢垃圾 其实没有 其实有 但大家不会知道 所以大家不乱丢垃圾 不是因为 我们没有这个制度 我们有这个制度 所以才不乱丢 而是我们有这个文化 其实我在 我们在看社会企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在参与社会企业的 创业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 社会企业 作为 我们去反思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 所 的做法 它可能是 他们就说社会 社会经济 包含了合作社运动 也包含了社会企业 所以说 其实我认为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有文化的反思的 就是说 当我们在念商馆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资本主义式的经济 或市场是强调什么 强调两个东西 第一个强调速度要快 第二个是竞争式的 但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竞争式的文化 就是会产生什么 产生阶级 产生贫穷 所以 当我们要用社会企业 去解决贫穷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用竞争式文化去做的时候 那就很奇怪 可是当我们在去跟 去例如说 很多部会去提说 国发基金去提案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 你怎么建立你的竞争优势 那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 第二个是 社会企业作为一个 关注少数人 就是说 关注整个社会相对边缘的人 过去没有人做这个族群嘛 所以开始有去做 国发包含原住民创业 包含效能 那 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 它一定不是这么有效率的 它一定不是 因为它的market size没有这么大 它没有这么的深的水 可以让你在那边游 所以说 它一定是相对的小众 可是当我们去提案的时候 就是说 你的market size 会不会太小了 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 当我们在推社会企业的时候 如果当我们政府 在鼓励社会企业创建的时候 我们有技术 很多实质的东西进来 可是没有狭带着文化 所以我觉得文化在这个地方 需要对话 就是说 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那我就说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合作式的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kpi 也许可以有一些讨论跟改变 就是说 也许在这个 所谓的社会企业的创业的补助里面 它所重视的东西 也许是 你如何比过去有更多的合作文化 我们不可能说 一个企业完全没有竞争 但是它也可以比过去有更多的合作 例如说 我们可以在同一业之间可以合作 那我们在做 例如说假设 我们在做 关于贫穷者的短期住宿服务好了 那我能不能跟不同 这种品种的短期住宿服务的人去合作 就是 我们都可以去服务同一群人 又或者是 当我们在做 在街头上卖口香 郁兰花的人 去他们开发商品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跟 已经有在做的 例如说像大致去做合作 它能不能去促成更多的彼此的合作 那我觉得这就是这样 唐峰委员讲的 就是说 在一个共善的一个前提之下 大家其实 我们从过去的关系 企业之间的经营关系 开始转成合作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讨论 这样的发展其实非常的少 以至于说 我们在做创业的过程中 就遇到很多很卡的事情 就是当我在提案的时候 我就要想说 哇 就是 我的评审到底 能不能理解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不懂 我就把我改成那个样子 或者说 当我需要写企划的时候 我就要改成那个样子 可是这就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当我照这个样子做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 一个文化讨论跟文化建构 是在这个地方 政府可以去思考怎么做的 例如说有更多的讨论会 那就像大家都觉得 就是说一个组织里面 大家都习惯 就是由股东来决定事情 但他能不能是 工作者一起共同决定 那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效率 但是我认为效率 大家觉得一个人独裁比较快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它是因为我们不会讨论 我们没有议事的技术 我们不会讨论是没有讨论事情的技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发展 我觉得我们可以发展很多 不是资本属于是经济的管理模式 在社会企业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但是这个东西不可能是有任何一个社会企业 单独去发展 因为这太难了 我觉得这需要很多学者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我认为政府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在资金跟制度之外 还有它的文化可以尝试去建立 这样子 谢谢 好 谢谢 我鼓励一下 前天立法院在咨询教育预算的时候 胡思耀委员提出 未来五年高教生更168亿 USR只有12亿 只有8% 他认为太少 所以因为这是跟social business 有关的 所以我们是觉得 如果要做social busi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这一款可能可以不许一下 因为唐政委在这边刚好 所以是个机会 好 那很抱歉 这个组织不好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们再次掌声 谢谢我们四位旅团的人 谢谢 现在我们有请基金会董事长 蔡董事长 为我们颁发感谢壮 这是我们期待的 打电话 鳜姐 是哪些 对 这是我们阳发感谢壮 我们明镜在咨诺 奏 呢 是我 首先感谢我们的论坛主持人 国立高雄大学王学亮校长 行政院数位政务委员唐委员 先如榜创办人 龚建较先生 人生百位创办人 顾燕德先生 以及我们长龙大学 尤鲁斯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林杰玉主任 我们也邀请我们今天专题演讲者 阿米尔小学台 要跟我们一起合影 Let's welcome the keynote speaker 阿米尔 谢谢董事长 也谢谢我们的论坛主持人 也谢谢四位谈者 现在是我们的茶叙时间 茶叙时间有15分钟 欢迎大家出了这个门之后 左手边会有我们的茶叙的餐桌 尤鲁斯基金会呢 目前也正在辅导我们社会型企业 辅导工作室 这将会是台湾第一个 由尤鲁斯基金税所舞蹈的舞蹈工作室 非常的特别 我们今天呢 特别邀请到Rate创办人 所带来他JustRate舞蹈教室的舞团演出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